那學位你怎麼看 柯文哲說這個民眾黨對啦 現在反感度是比藍綠都高 可是這就表示臺灣政壇 出現了三強鼎立的局面 你怎麼看這個柯文哲的另類解讀 跟最近幾份出爐民調的這個趨勢 那其實從美麗島電子報 這個是趨勢性的一個調查 是持續性的下來 很明顯看得出來 最近一期的話 你看那個賴蕭配 他是三十八點三 對不對 那個侯康配的話是三十一點四 那柯文哲那個柯英配有沒有 持續十四點八 你會發現這個趨勢掉的速度 是蠻讓人驚訝的 那柯文哲那個柯英配有沒有 持續十四點八 你會發現這個趨勢掉的速度 是蠻讓人驚訝的 為什麼跑這麼快 那其實可以證明出來說 你柯文哲以前的支持者 他是沒有很堅強的黨性 我們一直講說 臺灣的社會有一群深藍或深綠的意識形態 控制住的人有沒有 這些人不管怎麼樣 他一輩子他蓋那個選舉有沒有 他蓋票的話 一定不是國民黨就是民進黨 他不會有轉其他的東西 那你說柯文哲 我們講說柯本很年僱性很強啊 那問題是柯本人數到底有多少 這個是探究的問題 而且中間選民 覺得你這個人不對勁的時候 是馬上就跑掉了 因為中間選民公順起來 中間選民他看得出來 他是評估這個人 是不是適合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他會從各方面去評估嘛 包括你提出來的國政政策有沒有 還有包括說你這個人的人格特質 各方面東西 他會作為參考評估 如果覺得說你這個人不行的時候 整天都跑掉了嘛 對不對 那這種人很多 我們常常講說你要贏天下 就是贏中間選民 所以你說當初柯本哲 確實凝聚了一票中間選民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 我一直在強調說 藍白河這件事情的話 對柯本哲誠性問題的話 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你知道嗎 你說你今天會一個總統 無誠性 說話都親自在你高興 送你就能說什麼 其實以後國家大事 不是這樣搞的 我之前講說你撕毀承諾的話 那等於在國際間的話 叫做宣戰 你今天購和的那個條約 合約 你竟然可以撕毀 那不就是跟你宣戰了嗎 所以這個動不動就把國家安全 置於危險的地方 這個實在是不適合當國家領導人 而且他講話常常 我就以前我也經常說 這個人死在那裡找 對不對 他去找還是 你看他現在想什麼 是不是都不經大腦的感覺 那你一個領導人 在很多事情的評斷上 沒有深思熟慮的話 那是不是問題很大 好了 那最近不是要打那個大巨蛋問題嗎 柯本哲他本來是揚言說 你藍綠都有事 我如果全部一條一條 跟你們清算你們就撞不住 我早上也說 拿出來嘛 我也要知道說 到底裡面出什麼問題 對不對 張義三也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停工這麼久 沒有辦法做一些安全測試 就是因為你柯本哲的 那個決策性 出現問題 你就在搖搖擺擺 到底要不要決策 對不對 要做什麼決策 他都不敢決策嘛 對不對 他講好聽 也叫做什麼 眾人的智慧討論 可是在很多決斷上的話 你柯本哲明顯 就是一人黨啊 你覺得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啊 你也什麼時候 你問過旁邊的人 對不對 所以這個很多都是一些矛盾 那不管我們講回來民調好了 這個柯本哲對那個 那個美利島民調有沒有 因為美利島民調一開始就一直做 他都對他的那個民調 都不是很強 所以他會覺得說 你看這個民調 就是就是有意識形態的民調 刻意的操弄了 民眾之前美利島電子報 最早的時候 然後其實是柯本哲民調是不錯的 對啊 那時候第二名 那時候柯本哲都沒有講話喔 那時候侯友宜第三名的 人家說笑於侯老三的 人家說 美利島民調不可信嗎 柯本哲那時候也沒有說 美利島是政治民調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他他這次講話就是 此一時比一時也 這個說話就很奇怪就對了 好啦他講說 這個取樣程式化的取樣會有誤差嘛 大家也知道說 這個取樣當然有誤差 那手機的民調誤差更大 你為什麼不講對不對 很多那個論文都已經證實 手機民調比純式化民調誤差更大嘛 更更偏離他的那個那個正確性嘛 好那不管了 他的說法是說 他的支持者是年輕人大於長者 所以你炒作這個民調 我說真的 這叫做垂死掙扎 你知道嗎 你今天怪罪到民調上 就是刻意炒作的話 那我也尊重你的意見 對不對 那柯本哲也講說 純式化的人口不到六成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取樣不完整 那你如果要這樣講的話 你乾脆講說 那六成沒做到的那四成 全部都是支持你柯本哲好了 對不對 你這個實在是 而且你在政治反感度最高的話 那你也是講說民調被操作對不對 而且他很樂觀 他說民眾黨的反感度 只是比藍綠稍高一點 表示你反感我的話是在意我 所以三強頂力 所以先是三強頂力 你看 我覺得真的選舉的話 如果有這種不要臉的精神 一直往前衝 我跟你講 他一定會有勝利的一天 不過那一天不會是1月13號 對不對 那我講 我覺得柯文哲過去是靠話術 在催眠他的支持者 那你看到這些 這些民調現在出來之後 現在支持者慢慢散去 對不對 他就開始轉過來 什麼催眠自己 對不對 可是我是講說 你如果這樣催眠自己的話 你要等到什麼才要醒 1月13號以後嗎 所以他可能告訴人家 講說1月13號之前 我一直在催眠自己 不要把他罵 我要跟1月13號做夢夢做那一天 而且他現在搞那什麼苦行 15天從從什麼 那個是柯粉 對柯粉 對就是反正就照這些 叫他的小雞有沒有 那個什麼學姐什麼東西 不知道保證 不知道有沒有 你看淩宇也要肥皂香開講 對不對 我說真的 肥皂香開講這種事情的話 除非你的議題真的很聳動 或者社會上有很多共鳴的聲音 你這個肥皂香才有用 否則你站在那裡 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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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的時候 你的影響觸及沒有幾個人 我們以前傳播理論 有一個叫子彈理論 你要能夠打到那個人的心 跟子彈要打到他 他才會受影響 你這樣肥皂香開講 到處四個人說 這跟我們錄影 我覺得是沒什麼錄影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理想很豐滿 可是現實會很骨感 我覺得覺得柯文哲現在應該要看看人家 現在藍綠兩方都已經在做一些 很明顯的那個造勢活動 有沒有 那你柯B明顯是沒有辦法 好啦 那你就繼續打你的空戰 我是覺得說這種空戰 我認為這個叫做愚姓節目 就像他講的 他找那個 那個吳欣營有沒有 他是覺得選戰上比較有趣 他不是為了勝選 他是覺得有趣 好啦那你現在吳欣營 如果有趣的話 從他目前跟媒體槓上的那個態度來看的話 你是達到比較有趣的這個目的 那可是對盛選來講 一點幫助都沒有 不過將軍認為說 柯文哲搞不好後座力驚人嗎 他的影響其實很難講 是不是 再加上我現在人家要聯合 他最擅長的空戰 要聯合那些網紅 這個一起來 幫他這個造聲勢 那有沒有可能有再起的機會 可是這個姚立民老師 賴清德競選總部的主委 卻認為現在柯文哲在選戰裡面 不過是一根腳屎棍 攪局是有可能 但是他注定第三名 那這個將軍怎麼看 我覺得 對於柯文哲永遠不要輕視 這個人的影響力 對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賴清德跟侯友宜的差距 沒有差到10%以上 如果超過10% 你再這樣講 我同意不到10% 一個大概38左右一個31左右 不到10% 那柯文哲的支持度還有多少 還有14% 還有14% 所以現在藍綠陣營 哪一個矛起來去打柯文哲 哪一個就是傻瓜 不該打他 沒有人敢打柯文哲 不該打 藍綠都不該打